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稍微先看活动的日期还有时间方面 开跑时间是从2021年的3月9日 也就是下个星期二的早上10点开始 然后活动会维持至2021年的3月14日早上8点为止 该次活动最大的特色之一呢 将会同步开放全新的闪光版本 也就是闪光的朝北必家族 活动期间受影响加倍的宝可梦 其中包括哪一些呢 到时候活动期间野外加倍出现率更多的宝可梦 其中包括有地鼠小拳石 小吃怪朝北必可可多拉 然后石丸子等等该些宝可梦 而到时候的五公里弹词将会浮出不一样的宝可梦内容 其中包括就是可以浮到的有小吃怪 朝北必可可多拉提亚林等等 至于团战头目方面呢 到时候在活动期间 一星团战头目将会刷新为阿罗拉形态的地鼠 朝北必十丸子 然后罗丁地鼠等等 该些宝可梦作为团战头目出现 而另外三星团战头目方面也会有所变更 到时候活动期间将会有三合一磁怪 然后金属怪 以及就是阿罗拉形态的龙龙石等等 该些宝可梦作为团战头目出现 另外随着这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到来 相信到时候也会有这个限定或是特殊的天野调查任务 那目前得知的是奖励将会以朝北必为主 可是正式的这一个各阶段的任务目标 还有内容以及奖励方面目前还没有收获到资讯 然后如果有收获到资讯 再次拍摄影片跟大家分享吧 那以上就是有关在不久后 就会登场这个全新的天地神话活动的一些 须知内容还有详情 那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先差不多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的言论请给我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支援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猬 我将会尽破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